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以及也是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另外是命理老師周映均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退休的刑檢 高人和高刑警 洪怡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各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沉重的親情 那麼案例的主角 他們整個都總是一架火了 那麼最親的親人為你好 可是卻釀成了駭人聽聞的悲劇 發生在婚臨館的後悔 有一位陳先生 他二十八歲 他因為情緒跟行為異常 忽然之間吃不下 睡不著 那爸爸媽媽懷疑 他去卡住派名 然後因為這個迷信 所以聯手把他壓制 說聽說把喉嚨 喉嚨的這個口水挖乾 可以驅軌 挖喉嚨可以驅軌膜 這樣但是造成人命 那盛美他是情況怎麼樣 我們先來了解雲林胡偉 這一家四口發生什麼事情 陳家的爸爸呢 他是一個火車司機 平常是送貨 陳家的媽媽 平常是家庭主婦 然後他們有個大兒子二十八歲 跟小兒子都有工作 平常他們一家四口其實感情不錯 所以附近鄰居就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前幾天 這個二十八歲的陳男 他去參加了一個廟會的活動 然後廟會活動回來之後 狀況就怪怪的 第一他就不吃不喝 不吃任何東西 甚至水也不喝 然後晚上也不睡覺 然後整個人就有點深情恍惚 那這一家人可能就是自行覺得說 他是不是卡到營半夜 爸爸跟這個弟弟就直接把他壓到三樓的神明廳 先把他壓制在地上 爸爸把他的手整個都綁住 壓住 然後媽媽就直接執行 他們自己認為的驅魔的儀式 是把他嘴拉開 然後直接手就伸進他的喉嚨 其實只要這個手伸進去 任何人都受不了 所以當場他應該是非常非常痛苦掙扎 因為他掙扎 所以弟弟又把他的腳整個壓制住 二十分鐘的時間 這位成性男子其實已經不能呼吸了 等到他完全不掙扎 攤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這三個人 包括爸爸媽媽跟弟弟 可能都還沒有警覺 他已經失去意識 可能當下會判定說 是不是那個拍咪亞走了 後來他們往前看的時候 就覺得不太對勁 所以這個爸爸跟弟弟把這個成性男子送醫院 媽媽沒有根據 根據這個新聞影片是媽媽 反而在神明廳念經 所以當這個成性男子送到醫院 已經沒有辦法救回來 而且這顯然是有問題 所以警察上班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新聞影片是警察上來 明天就直接問著媽媽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們要老實講是怎麼了 才說出來說 就認為是他卡到陰了 所以我們剛剛就有一個儀式 那沒有發現說他失去意識 最後無法救回 目前這三位家人已經收押了 收押了 那孝辰難道這一家人 都沒有想到說這樣會死人嗎 那個因為我跑過三年多的宗教 其實不論是基督教 佛教 道教 或者是我們一般講的什麼天主教 都有所謂的驅魔跟驅鬼的儀式 但是他有某些宗教 然後他會出現一個狀態 就是他會把這種所謂的這種情況 有沒有 當作是一種 他認為他是一個正常的正確的做法 那我不太瞭解 他的一個這個這個宗教的這個觀點 在從哪邊來 因為我要從他的共桌看 為什麼這樣來講 因為我後來看了好幾個 好幾個資料 包括像有些他們電視台拍的那個資料 我不太清楚 他共桌上面共的那個神明是哪一尊 為什麼要從這邊來判別 因為我過去的時候 曾經有看過有某個宗教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驅魔除慧的儀式 所謂驅魔除慧儀式 指的是說 他把你身上裡面用那種 所謂的敲擊 或者是挖東西的方式 把你所謂的這種身體裡面卡到的會晤 這會晤就指的是說 什麼魔鬼 這種東西 把它除乾淨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一派 不懂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們這個家人都會出現一種狀態 他說 他說我是為你好 他是自以為是出 出發是愛的觀念 對啦 沒有人是那個不是為他好 但是他的宗教的那個這樣的意思有沒有 強過於他的他其他的正確的知識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呢 你說他們是不是會認為是說會把他給弄死掉 其實我認為他們並不是有所謂的這樣的動機 再也就是 動機知道啦 就是為了他好 沒有想到他會 像這樣搖 你也想知道 這樣搖 他沒辦法就喘起 不是 挖有很多種狀況 我是比較認為就是說 我個人猜測 以前跑社會猜測是 他搞不好挖了那個過程中的時候 造成他自行 另外一個就是他可能挖到 因為一般來講舌骨不太容易斷 但是如果你今天挖的東西 是你整個拳頭是進去的話 用摳的方式的話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郭先生 沒辦法把他剪到 他手當年他就出來了 一般喝酒一支枕頭 挖就出來了 挖湯 讓你整個枕頭挖下去 那就是強制力 整個抖掉掉了 對 抖的肚子完全沒辦法使出力量 他要不可以吹 越要吹越廢 所以手剪越多 沒辦法剪掉嗎 剪不下去 沒辦法剪掉 好像以前 我記得我有一次 人家也說我去卡住陰 那個老師 你給我看他我就剪了嗎 那他不是卡歐 躍滾了跟他講 我想我奇怪 剛才跟他講 輕輕這樣啪啪啪 越說越大了 我講到整個手都瘋了 我說 驅魔怎麼有人這樣就驅魔 我手便不來 通常這樣 我剛才把他拿去手回來 不敢再說 我說的 鄭大哥 你說的 嘴巴在睜開的時候 他會痛哀叫 有 我看他腦部的手有去咬到太胸了 是啊 他有掙扎 有掙扎嘛 剛開始啦 剛開始一定有掙扎 咬合你也沒那麼強 因為他蹭下去對不對 我們這個有一個叫蚵蚵 下後會脫走 會脫走 因為手蹭下去的時候 下面已經沒有辦法上來了 所以說咬合上面 上面沒有下面去把他撐住他的話 他是沒有力量的 所以上面的牙齒 刺去刺去 這樣是把你蓋著蓋著 沒有力量可以咬到你 因為已經穿下去了 這個蚵蚵已經開了 這裡有一個蚵蚵 這是活動的嘛 他們幾歲 爸爸五十六歲 他做腳車的手機 我想爸爸五十六歲 媽媽應該也是五十幾歲 對 年紀二十七歲 叫歐四大小孩是二十八歲 工程上班 他們弟弟 他逗二十七歲 也吃頭肉 對 那就是小弟子 二腳 老爸 二手 他都沒辦法頂張 這樣給他控制住 他媽媽要去把他挖 挖到他 其實有 事先有問他說 幫你挖好不好 因為那個有毛鬼在裡面 他們兒子說我賣 他們後來又強硬把他挖 而且是把他從一樓壓到三樓去 所以從頭到尾 他的這個兒子是不願意 不過我們很難想像的說 為什麼有這樣的儀式 我形容一下 因為網路上有這個影片 不是當事人這個影片 是另外的 在高雄三明區有一個師傅 他號稱他能夠幫大家驅磨 那的確就是用挖喉嚨的方式 然後在這 我形容一下這個影片 就是有一個腿很長的妹妹 很年輕 他到這個宮廟去給師傅看 那師傅一定會講說 你這個卡很重 意思就是說 我需要幫你驅磨 那怎麼驅磨呢 他的儀式是這樣 師傅旁邊還會有一個助手 就在馬路邊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 為什麼在馬路邊 他的宮廟是在這樣 他在馬路邊上 他就開始就開念 開始念經文 一直唸唸 我也聽不懂 影片一直唸 對著這個女生唸 然後唸的時候就拍 經文讓你聽懂 他就沒得混了 然後接下來就像 沒錯 你也可以去了 然後就像高大哥說 他一開始會拍 因為你身上如果拍咪 他們會拍 拍之後 這個女生也有點嚇到 然後這個師傅就直接 啪 就手就伸進他的喉嚨 因為人喉嚨只要被制伏 他就整個人無力 他就攤下來 他往後倒 整個人倒在地上 倒在地上之後 這個助手是要幹嘛 是抓住他的腳 因為會掙扎 然後這個師傅 還是一邊念經文 一邊手伸進去 然後你可以想像 任何人只要喉嚨被伸進去 你一定會吐 所以這女生一直表現 要吐出來 然後這個師傅一直壓著 一直壓著 一邊壓 壓到最後 他會有一個動作是 挖出來 然後挖出來之後 師傅跑到那個馬路上 你知道幹嘛嗎 他要 就是我看起來像表演 總之就是他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壞東西 拍面 丟 丟 要有一個驅走的儀式 你不能說挖 驅走 驅走 然後這個女生就貪軟在地上 然後有吐了一堆東西 然後才站起來 這整個過程實在是太驚悚了 你知道會受傷 你看這個 這就是這個 盛梅說的 師傅是藍衣服 那個 這個 黃 不是藍衣服 黃衣服是他的助手 那這個女生在 有沒有師傅為什麼背著 因為他的那個手已經伸進 這個女生的嘴巴裡去了 他是不是就貪了 其實還有下一張 他就貪在地上 貪在地上之後 師傅就繼續把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繼續 助手是不是就幫他壓制住 因為你會掙扎 他就一直挖 一直挖 這個我必須講 這個這個太危險了 太危險 但你來問周老師 這交是哪裡來的 等一下我們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挖喉嚨 驅魔鬼 我想請教一下周老師 這是對來的 這個可能是他們自創的啦 因為沒有沒有這種東西 因為在道教裡面真的沒有什麼挖喉嚨 如果說你挖喉嚨可以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挖喉嚨 他就不用經過你去學習 或甚至於說你要有私塵 這樣子下來 所以其實道教真的會做法術 一定要私塵 師父傳承 叫私塵 那這個挖喉嚨 你要知道 因為我們這個叫喉嚨 大家都知道喉嚨前面有一個那個 你只要在喉嚨舌頭的最裡面 你壓下去的話 大家都會吐 有的人吹吐 已經有一種比較 比較激烈一種的減回方式 有沒有 吃下去 我在吹吐 我就一支枕頭 就可以幫他把他吐出來 你愛吃 我們就再吐一吐出來 那就這樣子 常常吹吐很容易都得到喉嚴 不是喉嚨而已 那個那個 因為那個胃酸太痠了 回來就是傷你的喉嚨 對對對 所以那個因為胃酸的關係 可以讓你真的是身體會出現問題 那這根本就不是什麼企膜 那道教的企膜裡面 譬如說你的經過 所有的說念經什麼 他有一定的這個固定的這個金燦 這樣在念 再來就是通常道教的做都是符 再來就是說 有是桃木劍這些東西 再來就有煮油 這些還有就是送菜飯 就是這很多很多儀式 但是這個儀式裡面 絕對沒有那個叫挖喉嚨 我是說爸爸五十六 媽媽我想五十三四歲了 對 兩個兒子二十七八歲 應該都成年輕人 怎麼這麼悲心 對不對 悲心也沒悲到說你知道 為什麼要挖一挖 裡面有桃還會不會死 沒有 它還比較恐怖 就剛剛你說的這個桃把它挖出來 還會把它鎮掉 我說桃可以讓你鎮掉 這樣 稍後他不再來 沒有 他就要挖出來後鎮掉 他不知道有紅包好消 這樣鎮掉 它稍後不再再來 這是哪一回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這個桃拿出來 來講的時候 你也要去煮油 要去放下去煮到死 以前我們看電影 我們就看電影的 也是說這個鬼拿出來 也要煮死他嘛 對不對 也要弄死他嘛 要不然你那個 所以他很多動作都沒有 應該說的說 完全都沒有邏輯 好 那孝成說 你還有聽過一種叫做戒竅驅魔 對 戒竅驅魔這種情況的話 他其實是某一個佛教 道教的類宗教團體 他發明的東西 那這個的話有沒有 在於就是說他這個 他有一個聖道會 他是登記在臺中大理 他是一個登記有案的一個宗教查譚法人 那這個一直在出事 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過這個信徒 然後就被那個就是上面的一些 因為他下面有分什麼 什麼道長 副道長 還有一些什麼什麼三才 道才 這些有沒有 這些組織的人就打死過 四年前二零一九年發生過 就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又再發生一次 又再發生一次 那這個負責人的話 有沒有 姓林 他是一個年紀有點大 大概差不多六十五歲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六十五歲 還好啦 婦人 我說婦人 那他 所以他自稱 大家都稱他叫聖母聖師 那他的方式的話 就是所謂的戒竅 什麼叫戒竅 他根據他們說 戒竅是說 我把神明引入到這一個的人的軀殼裡面 叫戒竅 那要怎麼戒竅呢 打他 揍他 這樣 就是把他所謂的 這樣子的這個情況 就進來了 在這個這個人之後 他就可以把他身體裡面的附魔 就驅逐掉 因為這個方式的話 他曾經就有很多的一個情況 就是他常常會講說 我覺得你這個人不太對勁 所以附魔了 來 大家有沒有 打 打 劈啪的打 他旁邊還有人錄影 還有人錄影 還有人自己這樣子 就是說 我覺得你們這些人 有沒有 都怪怪的 所以全部都入魔了 所以有發生過一個非常盛大的畫面 二十多個信眾有沒有 自己打自己嘴巴 噼哩啪啪 這樣打 一直到後來的時候 就曾經還發生過 是打自己嘴巴的目的 在幹嘛 就是把自己有沒有 就是打完之後 那個神明就會進到 他的這個軀殼裡面去 然後就把這個裡面的 這個所謂的魔給驅掉 就所謂的淨化洗淨 他們的意思是這樣 你是不是這樣 為了你好 快點 旁邊有神 你要去那裡的航空地 大了 你怎麼沒生意 高興極要打很用力 我這麼疑心 真的是 很聽話 你看 你怎麼會信 大哥交代了 一定要做 我說這種也有人信 對啊 有夠罷了 後來這個團體誇張到什麼程度 你在臺灣這邊 再傳教也就算了 還跑到中國大陸去 前進的那個南尼那邊 去做的時候 還是發生過一個什麼事 他裡面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一個信徒 因為他們要求就是說 這個負責人要求說 我們今天晚上 大家都在倒茶裡面休息 不能外宿 可是這個女生認為就是說 我才不要這樣 他跑去外宿 才跑去外宿 被發現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一樣 他那個所謂的聖武 聖使就下令 他附魔了 所以要揍他 就沒想把他打死 打死了之後的話怎麼樣 就他就找了一個中國的信徒 一個男性信徒 這實在有夠夭壽 我們那時候國中的 晚上沒回來也叫老師 叫教官記一個警告 這就要說了 後來他就叫一個中國的男性徒 去自首 所以因為後來那個大陸公安 就發覺到不對啊 因為兜不攏 兜不攏的時候 他只要抓這些 這就趕快連夜 就聽說跑回來臺灣 一直到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又發生過另外一件狀況 就是一個女生的話 有沒有 他就做這個所謂的採買 他們叫倒採 採買的 就他覺得他辦事不良 一個活動要辦的時候 有沒有 進度沒有達到 這個聖母聖私的 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所以他說那這個要修理一下 他們就叫所謂的三才 三才就是就是一對 這個靈性的那個姐妹花 這是雙胞胎 還包括其他的幹部的話 集體就把這個女生給打死 用那個拍沙板 打死 打死 在他們另外一個小小的 一個道館裡面 就把他給打死 打死之後的話 有沒有 後來之後 還就是後來 後來他們就還要落跑 後來就被抓到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說這種邪 我們不能講人家邪教 就是說這種所謂的 很邪惡的一種所謂的這種驅魔的儀式 其實說難聽一點 他其實對於這個人的傷害性是很大 目前這個這個團體的話 現在目前僅僅在偵辦中 還在偵辦 因為這是六月份 但是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能共犯還有一些其他 一些證據的話 仍然持續在搜證中 老實講我覺得這就叫邪教 邪魔未到 不過請教一下這個高刑警 像剛才那個 媽媽 爸爸給他控制的兒子 對 他們弟弟也給他控制的兒子 媽媽下去亂 雖然是有以後 亂亂亂 亂亂 我看警方移送是傷害致死罪 是 傷害致死罪罪有當嗎 罪沒當 傷害致死罪 跟過失致死類似 但是我原本是故意殺人 那個就不一樣了 因為他們是直系親屬嘛 這要關嗎 基本上都會起訴 但是判定有沒有精神的問題 如果說他們一家三口 判定下來有精神的一些 精臟的問題的話 他可能就會把他強制治療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感冒很嚴重 我媽媽也去救 邪丹 對 救路丹 回到他就蝦嘛 對 像我講的蝦 燒蝦 就用那個 火給點火 燒了 放在裡面 對 用手指畫一畫 如果叫我喝下去 那叫糊 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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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心理作用吧 沒有沒有 行天空 三十年前 不是心理作用 那是媽媽給小孩喝的 是小孩喝去 小孩哪有什麼心理作用 可能是燒水運水比較好 我猜一次 我的感冒可能快好了 剛好就加上這樣就要變好了 我剛才調去中三分局 給我那心天空 心天空 那樓丹要排隊去砍 那排隊百個 那樓丹都包一包 一包一包 這樣讓人自己去捏 你說迷信 不要過度啦 你怎麼吃過那個 有啊 你說的那個畫面 小時候我們常常有啊 燒了 放進去嘛 喝下去啊 那你憑什麼笑我 你也可以笑我 笑成沒有嗎 沒有 你沒有過 這個是有理論基礎 因為人的意志力跟信念 有時候 他會超越你的身體的這個病 並不嚴重 但你的意志力跟你的念力有沒有 超越了你這個身體上面 當然啦 那個 老實講 我真的那一次就忽然之間 很快就變好了 那當然父母親會覺得說 那很有效 真的有效 但是我不是推廣迷信 我說小時候父母親 就有這種觀念 那時候醫療的不發達 我們沒有一個正式的醫生 我們整個床都恰恰 眼睛鬆也沒有 沒有啦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另外我們今天也邀請到這個精神科醫師潘建制 潘醫師 宏益大哥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晚來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補充一下 這個 這個故事 我大概因為看稿子 我知道嘛 就是說什麼 他有去就醫 但是沒有效 但他後來 吃不下 睡不去 對 這個二十八歲年輕人 他其實應該是精神科方面的問題 你說你看醫生 反省 你是看一般的加醫科 還是專門看感冒 所以那個看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時候該做的是什麼 你應該去比方說去大醫院看急診 或是直接去看精神科的診所 或是精神科 醫院的精神科醫師 而不是自己去做法 那如果大家要做法 那OK 民俗信仰也可以 可是我跟大家講 人體的一個要害中的要害 就是哪裡 就是這裡 喉嚨 就是喉嚨 我們常常新聞上看到很多老人 吃個年糕 雞就掛了 小孩子吃那個玩具 吞 吞就雞了 果凍 果凍就掛了 這個為什麼講是要害中的要害 大家知道有人想不開一根繩子 或是有那個要殺人 電影裡面常常一根繩子勒住這裡 你看非洲的動物都咬猴 對 對 還有什麼 如果大家有看格鬥劑 鎖猴 格鬥劑那招正式名稱叫裸腳 你就這樣子 然後這隻手這樣上去 我跟你講裸腳無解 就算是館長 如果裸腳上了三秒鐘 十字裸腳 對 三秒鐘失去意識 三秒喔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缺氧 缺氧 血管心臟 這裡上面是頭下面是心臟 三秒鐘那個裁判會衝過來把它分開 通常他會馬上拍 有的人還沒拍就昏倒了 因為這實在太快 而且你解不開 所以所以他們都會這樣防禦 有沒有 如果被鎖住的人 這就是最重要的 就表示他投降 對 所以你如果要什麼驅魔什麼 沒關係 請千萬不要動到這裡 這裡真的是人體中要害的要害 周老師這邊有聽過阿嬤 堅齊 說他的孫女叫鬼附身 對 因為我其實這種事情 太多了 常常有那個 有一些客戶會來找我們 我現在這個案例就是 他這個小孩才十歲而已 當初就是因為他的 原來的情況是 他的媽媽本來就是有猶豫症 猶豫症 因為自己自殘就走了 那爸爸就帶這個跟阿嬤 就是阿嬤 阿嬤帶大 爸爸工作很忙 爸爸也會來帶 那爸爸堅持說 有可能是媽媽的遺傳 那阿嬤就不相信 這阿嬤是寡嬤 他會認為說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遺傳 所以他們就帶過來 他一直說這個小孩 因為就是說有這個被什麼卡陰 什麼什麼 這種情形 因為那個小孩就是會在 很多人的情況下 會大聲叫 大聲哀 這樣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在學校根本就沒辦法上課 他就是要叫 那他這個過程中 他出來我說 你這個要去看醫生 這絕對不是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應該說什麼上身 或是說你去外面 刷到什麼都不是 我說你這個應該去找醫生 這樣聽到我說叫他去找醫生 他就會覺得說你這個老師很煩人 沒有效 他就這個小孩帶回來之後 這種過程中他找很多老師 有人說他冤親在主 什麼都一大堆 那結果他甚至於到一個神壇去 他說整生巨都藏起來 把他撒嬤 爬到這樣 還在那個廟就是神明頭前 又整個夜晚 整二十四休息 整個夜晚 那孩子根本就混亂就都沒辦法 那就這樣子 他經過差不多兩年 他再帶來 他沒帶 孩子沒帶來是阿嬤來 他就告訴我說 他已經這樣子輾轉兩年 過都沒辦法 撞得好 他來問說老師 那真的是身體的 身體是打鼻 我說你一定要去找醫生 你真的去找醫生 不然這樣子會 不只這樣子 你會搞死小孩子 你這樣摸下去 真的把孩子會摸下去 我說你這找醫生 一定沒問題 後來他就說 好那就這樣子 既然老師這樣說 因為已經兩年前來找我 這兩年後來找我 還會說這樣 所以他後來真的這個孩子 帶他去找醫生 去三 醫院三三的一間病院 三種 就這樣子 結果現在怎麼樣 那個阿嬤來找我 先告訴我 現在小孩子已經都年紀了 可以去上課 可以去上學 以前是沒辦法 就在學校這樣 大聲 愛小聲 叫這樣 老師也說這不行 這孩子那樣 不過我最近跟我爸爸在聊天 我們爸爸過這個年 就九十九歲了 我們爸爸跟他說 他說我小孩的時候 還沒打開的時候 幾歲 大概三四歲吧 他說我小孩就很乖 就在那裡顧植 拍植 蟑螂 或是那個蟑螂 我來看 結果大人就讓我顧植 叫他們去做露餐 結果回來只有一天 我說很辛苦 很辛苦 後來 燙到 他說很燙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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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就 那時候我們阿伯 我們阿伯比我們爸爸 跌二十歲 就長兄如父 因為我們說他 他跟阿伯 跟我們他的大聲說 說我的小孩 有人要打拚 說怎麼來問神 我爸爸說 我爸爸無心那頭 我爸爸很聰明 我爸爸趕快去叫海 Peach 海ivia聽到嗎 聽到問 海岩是誰 我們海月就是叫小皇 多 irrit 人力車 就是既人車 既人車 海牙 結果那是民國五十幾年的事 大概五十五年這樣 結果去看醫生 老醫生很有經驗 他說 看見他這個積水 胸部 胸部裡面積水 所以我已經 喘 已經永遠要穿越過 結果他就跟他說 你這樣看 這孩子還滿兩點鐘就聾了 兩小時 所以你看那時候去問神 狀況會怎樣 我看主持人換人 結果你知道 他說這個積水 就是要把水煎出來 要抽那個水 當場幫你放 老醫生很厲害 老醫生說 他說他的心臟 已經到水擠壓到 我們在這邊擠壓到這邊了 然後上面剩下一點點空間 還有辦法呼吸 接下來他水會滿 然後再來會變成濃 他就說 不然這樣 用抽的 用大公的來抽 最大的那個真寬 給你猜抽幾檔 一大檔 十幾檔 Q十二檔半 所以你想見那裡面根本沒有空間 可以呼吸 所以他才會說 再兩小時就死了 那時候如果真的問神 我想不及了 所以換句話說 第一時間 要相信科學 相信醫學 真的沒有辦法了 再來問神 對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好 這個噴醫師 你雖然是醫生 我知道你中化人 對 我中化人 你爸爸媽媽也不會生嗎 也會喔 你小孩也吃過什麼嗎 小孩 你說什麼花水 你看 牠 牠也有吃過 喝過 有 有 牠也經常帶我去這次 我們我晚年 太怕了 太怕了 我晚年那時候 我還會記得 各位園林人 如果你們聽到我講 你們大概就知道 在園林現在 現在還在的 那個就是說電信局 我們講說中華電信局 以前都叫電信局 旁邊有一個 那個阿婆 牠很會這一次 我覺得牠有一點類似 其實你說牠是佛道教嗎 也不見得 牠有點類似 原住民裡面的巫婆 那是有時候是叫民俗療法 民俗療法 對 我小時候 就是說有一些什麼疑難雜症 小孩都一樣 就會帶去給牠這次 然後牠有一個絕招 就是牠會看米 那個應該怎麼講 米粉 就是一碗白飯 然後用包 用那個布包起來 那個叫米果 米果 對 米果 對 米果 對 牠是手掌 手掌 牠用米包成硬硬硬 這樣才給你手掌 但是牠等一下打開 那米會沉下去 那看這個是 米果有什麼耍的 米果 牠那個米果 牠會前面給你弄一弄 後面弄一弄一弄 然後打開 打開以後 牠就開始解毒 然後牠有很多那個儀式 比方說用樹葉沾水 牠會這樣灑灑灑 我覺得那個是原住民 有點像原住民的那個巫師 類似那種 確實範疑師 你本來沒辦法打開醫學 好 來 我給你 灑一下 要靈 進化一下 要進化一下 還要聽信 你沒有聽信 但是經常 你看這大家都沒看過 對啊 我跟你說 常常孩子到小孩 我也一樣 兄弟姐妹附近的小孩也一樣 到小孩 給那個 那個我們那個姥姥 姥姥 孩子到小孩 剩小孩 這樣弄一弄 小兒 麗善兒 很多小孩回來就 心神就安定了 你也不能說那一套沒有用 也是有他的用途 你的孩子你覺得怎樣處理過 你的孩子覺得怎樣 我的孩子現在 現在都看醫生 洗來的時候 現在要去找 那個也很難找 這種孩子的事情 有時候人家說消理 有時候我們在寫有時候小兒關煞 我常常會跟那個來看人說 我說你都寫 就是你給醫生看的時候 你覺得看不好 那就是因為小兒關煞的關係 他裡面有關煞 他說他怕這個 人家那個什麼 災害或什麼 有的怕的好像中緣 或是那個人過世的那個安斷這些東西 他會怕這個 他看過這個以後 或是人家在亂討 他會怕到 但他會一直討 如果說你給醫生看 我都跟他講說 你給醫生看 你都看不好 好 這個校程這邊是有一個很愛 別叫的媽媽 阿妹 女兒崩潰 對 去年 正式發生在去年新北市的 他是一個女兒把自己的母親殺死的一個 所謂的人倫悲劇 原因為什麼這個樣子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這個媽媽 因為他要好毒 那多次跟自己的女兒要錢 但那個我們一般而言的話 毒跟毒 他是一個影頭 這個影很難去除 那當他開始這個媽媽不斷地去跟女兒要錢 要到最後的時候 女兒會受不了嗎 你女兒又不是那個 又不是那個百藝富翁這樣子 要到最後的時候 那女兒終於崩潰 所以在去年五月份 這個女兒就先拿了一把十八公分的水果刀 然後對著她的媽媽講說 你不要再跟我要錢 我跟你講 你快把我逼死了 自己先自己劃了 自己手掌一刀 先自採 女兒先自採 那自採完之後的話 結果媽媽就說 那怎麼樣 那你要殺我 那你就來殺我 你知道就在激怒 然後女兒但受不了的時候 他就把刀就把自己的母親 就通過去 後來媽媽就死掉了 死掉之後的話 就我這個女兒有沒有 可能在精神狀態有一點問題 因為她自己還在殺了自己的母親 之後還錄了一個三分十七秒的 一個這樣子自拍影片 這裡面他有提到什麼東西 我們我們我們這輩子 那個緣分盡了 他說你就死性不改 然後呢 拍謝 你會不孝 那如果你今天能夠活下來的話 那我希望你改 但如果你今天有沒有 你活不起來的話 有沒有 你就要走的走的 就是等於說一路好走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不要再折騰我們了 我跟你講 希望你下輩子的時候 不要再賭博了 大概諸如此類 這樣的一個話出來這樣 那後來這個當然就是 不好意思 我把它唸清楚了 他說我們這世人沒緣了 你死性不改了 不好意思 女兒不孝了 如果你活得起來拜託你改 我會好好地孝順你 你如果救不起來 你放心地走 不要再折磨我了 好不好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只求你不要賭博 就這麼簡單而已 你如果說好 我照顧你一輩子 你不要賭博 有這麼困難嗎 有那麼困難嗎 這才是重點 不要賭博 有那麼困難嗎 他被逼瘋了 被逼瘋了 顯然應該是很困難 為什麼被逼瘋 我覺得當然你去兇殺 自己的媽媽是非常不應該 可是他這個女兒 是有一個曲折的故事 這個女兒呢 他們家裡面有五個兄弟姐妹 他的爸爸跟媽媽 原先還蠻正常的 他的爸爸跟媽媽 原先是做生意 所以他其實小時候 生活還不錯的 可是呢 一來這個生意後來失敗了 然後再來是爸爸先去 迷上賭博 之後媽媽也迷上賭博 爸爸跟媽媽 都是賭徒的狀況之下 完全不照顧他們兄弟姐妹 所以這個女兒很可憐 是他有兩個兄弟 是在小時候 他的爸爸媽媽都不顧小孩 那這兩個兄弟 是因為一氧化碳 中毒死亡 你就可以想像 是不是那個熱水器 還是什麼 家裡是沒有大人的 這都是他童年的一個創傷 然後到了他長大 他的爸爸媽媽狀況就更糟糕 尤其是這個媽媽 那這個女兒其實 他經歷兩次婚姻都失敗 顯然他小時候創傷 加上婚姻失敗 所以這個女兒其實長期 有去看病 因為他有嚴重的憂鬱了 雖然他憂鬱 可是至少他還有一念的 這個孝心是想說 媽媽都這樣 那我還是 你戒賭我就孝順你 而且媽媽沒有戒賭的狀態 是這樣他其實有給媽媽錢 他是一直給他錢 給到他已經都拿不出錢 所以為什麼最後那個悲劇發生 是媽媽又再跟他要錢的時候 剛剛孝順跟有提到 他最後是想殺自己 他本來不是要殺媽媽 所以他衝到那個廚房去拿 那個水果刀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是劃傷自己的左邊的這個手掌 他想激起媽媽的母性 就是說你如果這樣 有一點我死給你看 對 你不要再跟我要錢了 一般來媽媽會心疼 對 媽媽說什麼 怎樣 要不然你殺我啊 對啊 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一刀就下去了 他真的被逼到一個絕境了 請教這個高卿請戒毒這麼難嗎 戒毒非常難 我的朋友 他唸到一個絕樹 他卿手比誰 戒死心 戒死心戒死心戒死心了 戒死心戒死心 戒死心戒死心 這樣怎麼會 是不是說戒死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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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死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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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突然也一鼓打開了 戒毒很難戒 真的 你晚上 你只要人上的毒 你要戒掉那一剎那 你要下大 下的決心 是非常非常的大 做法這樣是不對的 女兒再怎麼樣殺媽媽 這是錯的 不行效仿 我的一個朋友 情形完全一模一樣 我這個朋友他也是 嫁過人 離過婚 也是家裡有一群四五個兄弟姐妹 媽媽沒什麼嗜好 就是要簽署署 就是喜歡簽那個號碼 每天 連早上他幾點起床 不小心跌倒 都要說我怎麼自射幾號 就是已經迷到說 不簽不行 每天都簽 那簽到債主來到他家 跟我那個朋友 那個女生講說 你媽媽這輩子這輩子 差不多三十幾萬 你要先付一半 還是要先都給我 我那個朋友他就很生氣 因為我朋友 他有一點小規模的 一個小服飾店 還收入都還可以 那他就跟那個主頭拜託說 我拜託你 你不要再簽了好不好 我這次幾乎你不要再簽了 拜託你 好 他不給他簽了 他媽媽的膝蓋要去簽署 我這... 好 這有故事等一下繼續說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就說 你女兒子叫我不要讓你簽 他說我這班老白 三日翻起來就是二三六 這都整組的 拜託 還給我下這支就好了 也不敢 他說沒有這樣 我跟你介紹 還叫我去 就介紹他們朋友 他們朋友就收牌 吃牌客 這裡 簽不大啦 其實那個 慢慢的都會簽個 可能幾千塊 幾百塊這樣 累積下來也是可以收牌 沒多久 過來跟我們這個朋友討錢 說你媽媽欠了三萬幾塊 他就很想起說 我不是叫你不要再搬 不要再簽了 你甘牌 甘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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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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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通過這樣 我帶你來日本 帶你來七頭 你甘牌甘牌這麼痛嗎 你去國外就不用甘牌了 這樣啦 結果瑟稅我那個朋友 就跟祖宗頭說不這樣 我跟你甘牌 我媽媽幫你簽的牌 都我吃起來 因為他幫我簽的 你不要跟他甘牌 我跟他甘牌 你說最多給簽五百塊 他說我寧可 我當你的女兒 我自己當主頭 我給你甘牌 你不要簽給外面的人 跟這段也是在做祖宗頭 做贏老母的做頭 我最近有些戶外開獎 戶外開獎大部分都在樓口 我先去看現場 都有人 很多人坐在廟口 在那裡泡茶 我想說 沒辦法坐下去 還沒開獎 大家都去簽 一人一張帳 一人一張帳 我整個帳號都在發電 我都在說這真的是 撥催 沒辦法 沒辦法改不掉 改不掉 你如果一天沒去 那些人會說阿姐在打旁邊 結果建議大家去看一部紀錄片 叫神人一家 我看過了 你看好看 你那個我回頭看 大家神人一家真好看 那真的是發生真的事情是紀錄片 有一個導演 他為了紀錄他爸爸 他們全家 那其中是他爸爸是主角 因為爸爸公母英文 退休 退爭退休 後來很愛不開 都去簽 簽到什麼程度呢 簽到人家沒尊重了 有一天要過年了 他兒子就用鏡頭一直把那邊留白 他們留白說 留白一直看他兒子 後來他兒子就倒不掉 他想怎麼他給我看 沒有 我想說你看今年過年 可以幫我保兩千嗎 對 對 老婆這樣開嘴 最後簽到什麼 簽到他已經到肺癌 要墨時了 要再簽 哪裡不用簽 還要卡電話 主啊 我幫他簽幾盒幾盒 主要說你要簽多少 十塊 十塊 十塊要你簽 現在老人都簽十塊的 可是那個支撐他一直 人不簽 你簽什麼 用不著 我女兒九十三歲 我阿姨九十三歲 三不五歲 才剛才說 阿弟 我長面對你 生日有什麼 我說太累 說這樣空氣 我阿姨九十三歲會抽菸會跳舞 還插紅指甲 男精髮 很怕的 一天簽就是十塊 十塊 好 這個我想賭博不容易解 不然我們就不用討論那麼久 那就是獨隱的一種 那這個校成這邊還有一個故事 是發生在日本 對 這發生在二零一四年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有一個女生 他就是跟一個工人結婚 那跟工人結婚之後的話 結果後來之後就是兩個就離婚 離婚之後 那個這個丈夫就把那個 因為他們生了三個女兒 就把第二個女兒就帶走 然後就獨留這個所謂大女兒跟第三個小女兒 就給這個媽媽帶 那這個媽媽的話 當時因為經濟狀況是不太好 所以他就只好回到娘家去 那娘家在北海道 然後他們就投靠自己的母親這樣 可是重點在於就是這個這個媽媽 對他自己女兒 居然就嫁給這個工人 他就瞧不起 當然他瞧不起女婿 也瞧不起女兒 他覺得說你居然嫁給那個工人 我們家有沒有那麼有錢 加大業大 你居然嫁給一個工人 所以相對的話 對媽媽當然態度不好 那對這個 他帶來了兩個這個孫女也不好 他不好的話就出現什麼 從小的時候 就不斷地就開始會一些所謂的打罵他 責怪他這樣子 甚至包括有沒有對那個 特別是對那個最小的那個女生 他甚至包括就是 他如果就覺得這個女生不聽話 他幹嘛 就是拿那個膠帶 就把他整個這樣子 嘴巴這樣捆起來 捆到捆到後來的時候 那個膠帶 就一般來講那個年性不夠 再捆 有發生這種事情 甚至包括就是說 他對這個小女生的話 就是他孫女 就孫女嘛 就是小女生 然後就會就是為那個所謂的 就是把那個麵粉混了美乃滋 還有廚餘 逼這個這個小小孫女就吃 就你想嘛 這這種廚餘加上麵粉 還有帶一下美乃滋 那味道怎麼會好嘛 那小女生就吐 吐出來他 他不管他 繼續逼得他 硬是把他給 把他給餵完 這已經形成這個虐待狀況 甚至包括就是 冬天 常常到至少都二十度以下 才會下大雪 他在下雪的這個情況的時候 只要這個小女生只要不順從 或者是跟他鼎鼠在幹嘛的 他就叫那個小妹妹 就穿了一條褲子 你到庭院去 到庭院去下雪 那麼冷的情況是一個妹妹有沒有 小妹妹就穿了一個褲子 站在庭院 而且他就來拿那個灑水的那個水 灑花的那個水管噴他 那鄰居實在看不下去嗎 那鄰居就說你這樣搞會不會 會被刮死 就太過分會這個樣子 就一直到我常會講 你做人不要太過分 否則會是趁你病要你命 或趁你老要你命這樣 後來這個這個姐妹慢慢就長大了 結果這個小孫女十七歲 十一歲 那中間他他曾經姐姐曾經有幾次 因為在受不了 就一直被罵 然後他的媽媽在旁邊 感覺起來像是無能這樣 無能為力這樣 然後結果幾次要帶了妹妹要逃跑 每次被抓回來 抓回來就被毒打一頓 到了這個後來這個那個小女生十七歲的時候 小孫女十七歲的時候 他在剛才講說姐姐我跟你講我要殺死阿嬤 這姐姐是知道的 他說那這樣 你去幫我弄那個安眠藥來 他就拿那個安眠藥 就下了在他的那個祖母 外婆跟媽媽的那個杯子裡面 讓他們喝 喝完之後 沒想到這個小女生就拿了個菜刀 就直接把這兩個人就殺害了 媽媽也殺 媽媽也殺 阿嬤也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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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是個怨恨 他認為我從小到大 我看了阿嬤有沒有這樣子虐待我 你這個媽媽都沒有出來 都沒有出來會護捍衛 完全沒有去捍衛 而且沒有去幫忙 就去護了會黨 一般來講的話 媽媽通常會保護自己的孩子 但這個媽媽顯然在這個整個狀態裡面的時候 是一個極度弱勢的狀態 但是那個小女生他不會去那麼想 我從小到大的時候 一直被阿嬤這樣子欺負 淋願 結果你媽媽從頭到尾都沒有扮演 任何一個角色 包括的角色 所以他連他媽媽一起殺 那殺了當然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後來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還佈置成那個就是強盜殺人 那種情況 後來那個日本的警察想一想 看看覺得不太對勁 後來就開始 我說姐姐都說 對啦 是他小妹殺的 小妹殺的 然後他事前是知情的 他也沒有反對這樣 那這個事情出來之後呢 當然就整個的一個家世故事 後來就被媒體就渲染出來 渲染出來之後當地的 包括這些那個女孩子的 這個所謂的老師同學 附近所有的居民 甚至幫他們求情 都幫他求情 連署就是說 希望法院他能夠這個重新發落 因為這兩個人是從小 是被淋略到大的一個孩子 這個 說起來這個阿嬤 那時候轉念一下 雖然也許對方出身不好 你如果接納 對 你採取接納 我相信那個孫女對你很 會很感恩 對不對 想不到你距他於千里之外 還虐待他 像我請教潘醫師 這阿嬤怎麼有人對自己的孫子 有 很多 很多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中國人常常講 百善孝為先 還有一句話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不好意思 這句話是錯的 錯的 很多人其實不配當父母 因為我們臨床上實在看得太多 太多了 這個這個現在叫什麼 你的意思就是天下有不適的父母 有 有一部分啦 大概至少估計百分之四到五的人 會有這種所謂的反社會人格 或是就是那種病態性的人格 他就是會虐待自己的小孩 用各種方式虐待 所以現在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說 社會觀念在改變 那國家法律也都改了 就是說發現有一些狀況不對 小孩被虐待 虐待到死 你不可以跟他虐待 怎麼說可以虐待 因為你的老 他會長 但是他當時不會太多 一個是肢體虐待 甚至有一種是性侵 所以現在政府現在這幾年來 我們我們已經知道說這種事情 他就是會發生 所以有一種什麼狀況 叫做剝奪金錢 剝奪你的身為父母親的權利 你知道會怎麼做嗎 像像我在臺北市 就常常遇到說這個很嚴重被虐待的個案 社工保護 保護到很隱密的地方 那個隱密的地方是連市長都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爸媽會去法院告 要把小孩就是說搶回來 但是經過評估這個父母親是不適合的 因為反覆的虐待 小孩都已經都快要被虐待死了 所以就把他們藏起來 藏到那個地方 就是說那種社工神神祕祕的 連你去問市長 去問市議員 你怎麼官說 你怎麼告 他們社工都不會把他交出來 因為要保護這個小孩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另外呢是這個聖梅這邊有一個是即便陰陽兩格 那還是有這個故事發生 我們跟我們最親愛的家人之間一定有心電感應 這是我相信的 這是八十一歲的賴性老翁 他自己一個人住在嘉義的梅山鄉附近 他的女兒嫁去日本了 可是女兒非常孝順爸爸 所以他應該是三不五十都會打電話給爸爸 因為擔心爸爸如果一個人住 會不會身體健康出狀況或什麼的 結果前一陣子女兒打電話給爸爸說發現 因為爸爸之前有說要出門 但是當女兒再打電話問候爸爸說 發現爸爸都沒有接電話 那這個女兒 我相信他也有心電感應 甚至他自己也感覺不對勁 因為爸爸平常都會待在家裡面 所以女兒是從日本直接打電話 給嘉義警方報警 說拜託 那個我爸爸有可能是走私 或者是出了什麼狀況 警方就根據這個女兒的報案 就開始去搜尋 她女兒就講說 我們家附近有一個山坡 有可能爸爸會不會跌倒什麼 所以警方就去搜 怎麼都找不到人 然後女兒很緊張 當然就趕快從日本回來 回來的時候一直都找不到 那女兒就想怎麼辦 後來他們就到這個 警方懷疑這個老翁 可能失足衰落的那個位置 女兒就來了 然後來的時候就直接上香 也算跟上天禀告了 然後也直接就講 就說爸爸我很想見到你 他才講完 這是現場搜救的人的形容說 有一種很奇特的味道 不是濕臭 就是一個你沒有辦法形容的味道 現場所有人都聞到 然後他們就覺得是哪裡有這個味道 而且這個味道會牽引你 就是感覺就是告訴你 大概在什麼位置 他們轉頭幾步而已 就發現在那個位置的底下 賴性老翁 失足摔死在那裡 就找到了 對 味道 對 女兒來才那個 才有 而且女兒講了 爸爸我想見到你 味道才飄出來 潘醫師怎麼會這樣 有啦 這個我們人有很多種 我們講有五感嘛 這個就是說視覺聽覺 味覺嗅覺 可是這之外 很多人講說還有第六感 第六感就是有的時候 那個老實說科學也很難去解釋 可是那個親人之間 我爸媽去世 跟他有沒有信念感應 現在是沒有 但但是但是但是偶爾 偶爾你就無夜夢回的時候 你做夢的時候會夢到 就是說我們如果人白天 我們一般狀況之下太理智太清醒 你的五感太強 你可能感應不到 但是在也許夜深人靜的時候 或是無夜夢回的時候 那個第六感就出來了 你夢到你們爸還是你們母 都有的 當然都有過 都夢過 都夢過 你夢到什麼 沒有啦 夢到 夢到其實都是以前小時候 過去的情景比較多 但是做夢的時候 夢到讓你高興還是不高興 大部分是會 大部分就是平和 也會夢到小時候 我被罵的場景 然後有時候是太熱了 有時候也會害怕 其實其實我覺得其實都有 但是這種地流感科學上 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我覺得人 人是一種高等智慧生物 我覺得這個科 我們科學還沒有那麼進步 對 我們不敢就 就否定說沒有 沒有這種東西 第六感的存在 了解 那周老師這邊是有一個 你說有案例是小孩被淹死 可是一直找不到屍體 對 這個就是 就是心靈感應 有時候父母 就是人家親情之間 他有一種心靈感應 他這個就是這個孩子 小孩的時候 就去讓人家看 我們看他就是 有一個叫做水餌 水餌 就是說水關 那從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很對這個孩子 如果靠近水餌 都很注意 就對了 都不給他去玩水這些 都不會去給他 那因為這個到他差不多 國中一年級 剛上了國中以後 當然因為上了國中 就會比較鬆懈了 結果他在跟他們同學 他們在後面那裡 後處到那裡 有一條褲子 那褲子實在是 沒有什麼水 應該說 原來一千千千千千 就這樣而已 結果剛才刷的時 結果他就要去 去刷土 結果四大人是不知道 因為四大人還是會 對於從小就 觀念上就是說 不要讓他靠近水餌 就對了 好了那就是這樣子 他就跟同學 去刷土的時候 都放暑假 就要去刷土 去刷土的時候 結果 夫連糧間三百貨 三百貨來 因為他不知上面的那個 源頭裡面 他在漏大貨漏多久了 所以夫連糧間 一頓大水就對了 就要來 就要漏掉就對了 這中間他的同學 他們都有起來 只有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 就要漏掉 他就要趕快去 回去叫人 他就在他後面而已 他叫人跟爸爸媽媽來 結果那個時候 他報警的什麼 都有留言 因為比較早前 那裡有一個褲子 他這只是褲子 但是他比較早前 一個褲子 他說有報警 什麼 收救隊什麼都來 甚至於都潛下去去找 找不到 都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結果他就明明 就是這樣漏掉了 爸爸媽媽 那真的是很痛苦 心肝很痛苦 和一個阿嬤 結果要有人跟他說 你捏那個鐵膏車 鐵膏 等等的鐵膏 把小孩衣服 全部要叫 這樣叫 真的就聽他們的話 聽人 聽人家說的 都有人說 人家在看 他真的這樣叫 叫他的名 叫這個小孩的名 這個小孩的名 他叫叫 快回來 爸爸媽媽 結果差不多叫 沒多久 沒多久 結果怎麼樣 那個小孩 自己扶起來 在那個水 那個地方扶起來 結果那個收救隊的人 其實他已經下去 收過了 在那個地方 應該說就是說 他後來經過那個 收救隊員說 他可能就是去 岩石裡面 會比較有 那個鹽酒 可以去掛掉 所以扶不起來 你說他們都那些 收救隊員都說 因為人家扶下水 他會長起來 對 應該說一天 一年一年 會葬起來 葬起來是更難扶起來 葬起來應該比較容易 他不是去掛到嗎 就是他下去 都看不到 結果後來 他這樣叫 叫沒幾分鐘 結果真的 你從科學 也許是巧合 那你也可以說 有一種鹹血的味道 對 校成這邊有個案例 是飛官殉職 四年都找不到 對 那個大概發生在 大概距今 大概有四十一四十二年前 那時候有一個飛官 他那時候駕駛 那時候好像是F-51才剛開始 就是在臺灣服役 沒多久 那當然就很多的飛行員 他必須就在受訓完之後 他都要去練習 就那次那一架飛機的話 就是有機械故障 機械故障 然後就在那個苗栗山區裡面 就墜毀 墜毀的時候 那在飛機 在撞山之前的時候 這個飛行員有跳傘 就是他最後的那個 整個跟他的一個基地去聯絡的時候 他是有跳傘的 那有跳傘的話 那我們的空軍的這個所謂特修隊 特首隊他就會就第一個 你要找到那個飛機的那個駕駛 他要知道那個到底哪個機械故障 另外這個更重要是什麼 他要尋找到那個飛行員 因為跳傘不見得 他每次跳傘都一定會很成功 或平安這樣 可是呢 就是後來之後 就找到那個飛機的那個 整個殘害都收回來 就那個人一直找不到 飛行員一直找不到 那找不到的時候 就開始就繼續持續收山 每天就這樣子 有大批的這樣子的這個 特收人員進去 一共大概收了 大概有四十三天 老實說 四天 找不到人 這個人又沒出現 大概一般都是 都放棄了 放棄了 就放棄了 一般都講得不妙了 應該殉職了這樣 結果但因為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然後知道這個案子 就擱置了 擱置之後 可是他空關有個太太 太太一直認為 就是說你們不應該放棄 我好歹怎麼樣 有沒有 我死了也要見到十艇 這個很多家屬 他的一個想法 國縣人士 對這就是後來空軍有陸陸續續 還是有就是三不五十 可能就隔個大概一個月兩個月 所以又派了一小組人又進去這樣 怎麼找就找不到 找不到最後的 過了這樣四年 四年之後的話 結果那一天 這個太太就是他有去一個廟裡面去拜拜 因為他幾乎就是天天都到那個廟裡面去拜拜 就希望能夠神明的媽媽找到他先生 這樣即使是哭骨一句的話 他也要找到他 要落土會安 結果那天他去那個拜拜 拜拜完之後回去就晚上睡覺 睡覺的時候就夢見他的 他的那個空關的先生 還穿著飛行服 還說後面還背著那個閃具 重點還背著閃具 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我在哪裡有沒有 你趕快找人來找我 他我就在一個大樹旁邊這樣 然後位置大概在哪邊 他講完之後的話有沒有 這個這個太太就趕快找 因為他們都有學長制 跟他學長聯絡 跟基地在那邊通報 他說那個這個這個這個空關的太太 他夢到那個整個場景 當時有個搜救大隊的一個隊長 他有去過那邊他去了很多次 他說他印象是有啊 可是他找了三四次 沒有啊 怎麼可能弄錯了吧 這樣結果第二天的時候 這個他又做同樣的夢 結果那個先生就說 他沒有找到的那個大樹 因為大樹是在那個一個懸崖旁邊 他的那個降落傘 被卡在那個大樹那邊的時候 被繞進去的時候 一繞就繞緊 繞緊 所以那個空關當下就殉死 但他是一個懸吊在那個大樹 另外一個角落裡面 那個角落後面還有一些植皮有沒有 然後被覆蓋 看不到 所以他們就想說 他是在那個位置 結果那個他就趕快又跑去那個獎 結果那個他想說不可能吧 結果後來說好 他們再去找 總要四門 至少家屬有獎 你就要給交代 結果那個隊長說我親自帶人 然後就直接取去 就照他那個方式 趕快就在那邊看 果然有沒有 在一個非常難看到的一個大樹的一個腳 角落的邊邊那邊 就找到真的是個枯骨 然後就把這一位的那個飛學員有沒有 就把他給帶回來 神奇 就很怪 神奇 這個有沒有找到屍體跟 差很多 對 因為你找到 你會覺得說我知道他走了 對 但是我至少可以安葬他 那個家裡的人是 你是死掉找不到的 找不到人 很難苦 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另外呢 是高刑警這邊 你說有景美女中的同學去外雙溪玩 那也遇到所患 這一件案子在我的腦子裡 特別的深刻的印象 是那一年我念國中二年級 要升三年級 那在景美外雙溪 我們那時候沒有週休二日 禮拜六還要上半天的課 可是那天是一月二十三號 以前我們叫做自由日 有辦公 那那一天也是大家很多 那時候我還記得那個理事長叫古正鋼 古正鋼 你記錄得很好 浙江人 我不知道 記錄得很好 今天是一二三十節 十改自由日 因為他就是會長 可是他那時候講的每一個字 我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浙江話難聽的 對啊 所以台北市很多國中高中的學生 會去那裡烤肉 烤肉那一天是風和日曆 風和日曆 突然跟中島一點半的時候 有三個工人把水閘門打開 都不太夠了 砰 水一罐人裡面都六百幾的人 六百多個人 那當場救回來的 和事後統計的有十五個人往生 我為什麼印象那麼深刻 那個報紙報得很大嘛 沒幾年我當警察 我調到那個地方去 我剛才管理的地方 管理的地方我門外學長 我的師傅 蚵仔師傅 他叫蚵仔 我說蚵仔師傅 那時候淹水的時候 你有沒有在現場 他說很悲慘的 那整個都... 水沖去 那些都沒得到 他說一個事情有夠奇怪的 陳美女松 六個蚵仔師傅都找到了 一個找不到 就七個找不到一個 一些國中生的都... 大體都找到了 那個屍體喔 他的印象特別深刻就是 去請那個陽明山一間水廳廟 好像刷新這樣 一個師傅這樣 他說他在當警察 我說我做警察 走一支董環 在他旁邊 叫那個女生的媽媽 拿那個女生最愛的 心愛的衣服 從那個水流上面一丟 丟下去 就跟著那一件衣服走走走走 走到下面一個漩渦症 這樣就咬下去了 捲進去 那個蛙人跳下去 從那個衣服上面去 把那個女生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就找到人了嘛 全部人都圓滿了 那後來他們不是說 每年的一月二十三號 那七個警備女中的女生 都會回到警備女中的學校 大家聚會啊 所以才後面就有人 老師跟他講說 你們已經畢業了 這個在警備女中流傳了七八年 他說他們一直以為還沒畢業 所以他們都會回去 回去 回去警備女中 對 太玄了 太玄了 來 那另外呢是這個有電視臺說 這個是住生娘娘 住生娘娘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就希望求職 對 拿一本主義就是住生娘娘 這有拿錯 這個是住生娘娘 說這一位是住死娘娘 還有住死嗎 走死 其實因為 走死還是住死 走 走力 助你的 幫助的助 對 因為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有這種 可是住生娘娘 不是幫助的助 那個助 住生娘娘的助是助策的助 對 注定的助 對 這個是助 幫助的助 那是什麼原因 因為以前的人就是說 有時候你有的 我們以前都說 你這就是因為身體不好 所以說你這樣坐行還沒完 就被動死了 所以就存在口氣 就是沒回到 很多都是這樣存在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沒辦法 又不能說讓你安樂死 所以有時候會去救這個 但是後來 她想走 她想走 但是一直沒辦法走 不是 她的親人 因為她沒辦法真的 感覺到自己的父母太痛苦了 會去救 但現在後來這個 沒有了 現在沒人在做這個 所以已經沒有注視 就是走心 走心 走心